拆除大队爬上二楼后阳台 铁皮一片片被拆了下来 中和原山路出租套房 后阳台未推违建 15号遭强制拆除 这里就是争议不断的二房东张淑金 租下来再分租出去的房子 但相较于先前大哭大闹 这回张淑金完全没现身 拆除作业顺利完成 原来他早就另辟赚钱管道 锁定陆客市场张淑金的哥哥 公布张淑金和金主谈话录音 揭发他非法日租套房的黑心暴力 日租套房位在东区精华地段 张淑金还计划和旅行社合作 目标锁定来台的大陆客 就是因为他们不晓得 张淑金在台湾的种种恶行恶状 就怕有法律争议张哥哥还劝说 金主不要投资 张淑金先前在辅大租屋处 违建走拆反应激烈 静坐呛瞎 这回中和违建阳台也被拆 根本没到场 原来早就另辟赚钱管道 在百货公司后方经营日租套房 只是张淑金这回形势低调 连亲人都不知道确切地点在哪里 张淑金想大赚黑心钱 遭家属破光恶劣行径再添一桩 记者陈嘉宾温斯汉台北从报道 测骗 封键 是 谈